吃飯時間 屏東後壁湖知名的海產街 卻是店員比遊客還多 因為受到中台小犬逼近 從白天生意就大受影響 但這還不是最慘的 由於附近漁船 已經提前進港躲避風雨 加上颱風過後 也無法立即出海 因此接下來的國慶連假 甚至會遇到 沒有充足漁獲可賣的窘境 另外3號晚上的墾丁大街 雖然已經發布陸上警報 但絲毫感受不到風雨威脅 導致不少遊客行程大受影響 則好趁著晚上逛街 感受休假氣氛 知道說會有開風嗎 不知道 來了之後才知道 沙灘不能玩 飯店用石也還可以玩 幸好昨天要玩到一點點沙灘 不少北部遊客 原本利用平常日南下旅遊 沒想到還是遇到颱風攪局 只好考慮明天要提早北返 但跑不掉的在地攤商 又遇到屏東縣府 已經公布橫村半島六個鄉鎮 四號停班客 也讓做生意的熱情變得一心藍山 就連橫村正公所都提前準備了數百袋沙包 要讓民眾防災 雖然3號晚上9點 中台小卷的中心位置 還在鵝卵比東方390公里 但已經讓所有人提前籠罩著敵起壓 TVBS新聞 莊盛雄 宋家娟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